动员百味之工要搭设17座的宫廷帐篷 刷洗50片的地板 木工 水电也全都动了起来 板桥园区举办社区顺末祝福活动 提早一星期来布置 今年的祈福区特别有巧思 以往都是在后面的摊位 有一个祈福区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特色 就是会在中央的地方 用一个原型的祈福区 就是会比较色心 刻意留下安静的空间 宇宙大绝者前沉浸心灵 像菩萨四路他的心声 他越受越分析 他的忧愁 烦恼 这些有的没的 他就会从此化解他 看他进来和出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也有喜气洋洋的财神爷来迎宾 欢迎左邻右舍一起来热闹 人人是带着竹筒回娘家 好棒喔 我要当住别人 我每个人都有帮这个盘子 我这人也都在集团 那边标这个有需要的人 小小的年龙带党帮助人 是很好的事情 今年以环保为主题 场外布置都是回收资源在变身 沙管 然后这个是跑特瓶 环璃瓶 都是回收来的 这就是要出现的 永安里长是最佳导览 年年都参与 这次同样一台游览车 载着老老少少一起来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招 因为我们实际做的事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参加岁末祝福 真的我们所有的礼民 大家都很踊跃地来报名 今天出门有的 有的快速和帮帮来 请下去 哇 还会比较困难 谨守防疫规则 人人保持距离 社区鼓队 乐龄长者 欢喜登台表演 因为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 我觉得慈祭的整个氛围 就像回到从前农村的那种时代 就是彼此邻礼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是非常真诚 两天 刺场 有感动 有欢喜 邻礼间的好感情 也再次加温 大约新闻 真正美之宫 台北综合报道